大家好啊 那个今天看了看这个新闻 觉得这个历史上的巧合越来越像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 没有人将1989年在罗马尼亚上演的事件 称为天鹅融革命 因为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 是内部因素而非外力作用导致的结果 是内因啊 无论是1988年年末 还是在1989年上半年 罗马尼亚政权内部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人事变动 人们也不存在这样的预期 毕竟该国不存在反对党 齐奥塞斯库一家一直都掌握着这个国家 政治局的二号人物是他的妻子 他还培养了37岁的儿子 尼库为自己的接班人 1988年到1989年 尼库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担任党政一把手 此前是罗马尼亚共情团中央第一书记 齐奥塞斯库兄弟们也都控制着军队安全机构以及媒体 根据统计 齐奥塞斯库夫妇有多少个亲戚呢 近70名亲戚在国内担任要职 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 罗马尼亚实施的是不折不扣的军主制 这个齐家军啊 这是真正的齐家军 70多人 1989年11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他并未给国家领导层面以及政策带来丝毫的变化 不过罗马尼亚国内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大会召开前夕 西方报刊报道了六人信 批评了齐奥塞斯库的统治 署名是几个持有不同政见者 罗马尼亚政权对不同政见采取了阳酷的镇压 他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 纽约时报在1989年秋天刊登了某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 国民也不具备匈牙利人 捷克人 波兰人所积累的斗争经验 这就是从原则上排除了领导层实现相对平稳更替的可能性 骚动最早是在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瓦拉的地区发生的 那里主要住的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周围 围绕北特兰西瓦尼亚争端持续了数十年 罗马尼亚出于政治以及宗教动机 而对境内的匈牙利族人实施了高压的政策和迫害 导致局势开始紧张 11月蒂米什瓦拉爆发了示威游行 布加勒斯特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 与前者实现了遥遥支持 1989年12月15号 一场打的推翻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标语游行 被用喷水装置的车驱散 军队进行了镇压 开始逮捕相关人员 尽管骚动未能完全平息 但齐奥塞斯库仍前往伊朗访问 10月20号 他急匆匆的回到了布加勒斯特 因为根据密电汇报 国内总体形势趋于恶化 当日晚间 他通过电台以及电视发表了讲话 在他的呼吁下 12月21号 罗贡中央办公楼前 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他在阳台上发表讲话 讲话被人群中所发生的爆炸 以及其导致的恐慌的气氛所打断 在慌乱或者在那一时刻 这些微小的信号都给了人们的信心 当然这些事情瞬间也就被平息了 齐奥塞斯库试图继续讲话 但群众高喊着 拔倒暴君 除了打倒暴君 还喊了其他一些口号 这吴行东打断了他的发言 场面相当混乱 集会演变成大规模反专制 反迫害 反专制统治的示威 年轻人成为了主力军 军队于是开进了首都 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枪声 然而当日晚间 或许在更晚的时候 军队倒戈了 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12月22日下午 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纳逃出了首都 当时布加勒斯特已成立了 以罗共前领导人伊利埃斯库为首的救国阵线 齐奥塞斯库夫妇于23日逃到了特尔格维什泰 被军方抓获 并送入当地的卫戍区军营 当时官方已正式宣布 国防部部长瓦西列米列亚的死亡消息 并称之为自杀 很多人认为 他是因为拒绝向示威者开枪而被处决的 无论如何 军队都已不再听命于独裁者 而仓诉中成立的有从首都赶来的救国阵线代表 也有从其他地区赶来的 他们都希望法庭判处于齐奥塞斯库死刑 并迅速执行 处死他们夫妇的场面被拍了下来 并且在第二天有电视台对外播放 罗马尼亚的事态发展的如此迅速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西方 都很少有人发表相关的评论 此后很久我们才获知 老布什在这些天里曾致电戈尔巴小夫 表示美国不会反对苏联介入罗马尼亚的局势 然而莫斯科却决定不插手 有传闻说齐奥塞斯库被处死 是中央情报局和科科伯的联合行动 但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显然在12月那个被关押的日子里 不只发生了大规模的内部骚乱 该国军方以及安全部门也深入且秘密 执行了一些相关的行动 在专制高压统治者 长达20年所谓自由派军官的统治镇压 极权式的领导下 相关的行动可能会取得一些效果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策划政变的并不是右派 而是左派团体 救国战线委员会在掌权之后表示 可以在罗马尼亚成立除法西斯以外的任何政党 各类政党如雨后春死般的出现了 1990年2月 布加勒斯特成立了民族团结临时委员会 所有已成立的党派皆有代表参加 但救国阵线获得了50%的席位 全国选定于1990年5月20日进行全国大选 当时有72个党派参加 伊利埃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的总统 救国阵线获得了下院66% 以及上院67%的席位 6月罗马尼亚组建了新的政府 继伊利埃斯库之后 救国阵线的领导人罗曼出任总理 罗马尼亚的政党以及政治运动的数量不断增加 到1990年年末已有近百之多 其中18个政治组织在议会拥有合法席位 罗马尼亚新领导人所继承的 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和难言富裕的国家 他们在1990年年初取得的效果实事求是的说真的不是很大 1989年上半年 保加利亚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动荡 国家的经济相当困难 这个900万人口的国家 负债100亿美元 当然大部分的债权人是苏联 然而1987到1988年来自国家预算的补贴已经到了尽头 日夫科夫政权所推行的所谓强制打造单一民族的国家做法 实际上是根本走不下去的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 改信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公民便下令改变自己的姓名 放弃传统仪式 他们被禁止用土耳其语交谈 这一保加利亚化的政策 早在1980年时已经开始逐步实施 导致了近30万人被迫移民 显然这个政策是有所意图的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日夫科夫这样的反对派 后者无疑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 78岁的日夫科夫不想交出权利 但在1989年12月10号召开了保共 全国代表大会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 当然了现在苏联在欧洲的军事阵营和军事阵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历史 历史就是有时候这么惊人的相似 另外其实我看了最近好多小伙伴都在说 如果美国还是川普就如之河如之河 实事求是的说 从历史上来看 改朝换代的永远不是右派 而都是之前那些又粉又红又专的左派 如果某个国家某个地区以后也能改天换地 我相信这跟美国人没半毛钱关系 而是他们的内部 好吧 这期节目到这 谢谢